最近这两天 演员蛇诗曼是好消息不断 在1月13日举行的《2023微博之夜》上 他凭借在电视剧《新闻女王》里的精彩表演 斩获了年度降薪演员这个演技大奖 要知道 跟他一块斩获这个演技大奖的男演员 可是2023年 凭演技被全国观众所熟知的张颂文 因此 这个奖项的重量可想而知 最关键的是 蛇诗曼能凭一部TVB剧集 打败一众优秀的内地女演员们 这就更困难了 而这就更显示出他的实力非同小可了 而更让震惊的是 紧接着 在1月14日举办的《万千新辉》颁奖典礼上 蛇诗曼竟然凭借电视剧《新闻女王》 斩获了三个奖项 顺便还凭借当晚他参加颁奖典礼的造型 斩获了最佳衣着女艺人的奖项 可谓是当晚的最大赢家 并且还创造了TVB的历史 熟悉TVB的人都知道 每年的《万千新辉》颁奖典礼竞争都十分激烈 能在该颁奖典礼上 斩获一次时候获师弟大奖 已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了 在我们印象中 凌峰在TVB早就已经坐在一哥的宝座上了 按说他应该至少拿过一次失地才对 但事实却是一次也没有 仅从这点来看 我们应该就能体会出 在TVB拿奖有多艰难了 可这对蛇诗曼而言 却似乎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这可是他第三次 在TVB喜提事后奖杯 而这一成绩 也让他成为TVB历史上 第一个三封事后的女演员 并且每一次还都是双料事后 也就是同时斩获最佳女主角 和最喜欢TVB女主角 这两个奖项 就凭这些成绩 我们肯定会觉得 蛇诗曼一定是天赋一笔 天选的演技派 但事实并非如此 初入演艺圈的那几年 蛇诗曼可没少因为演技差 从而被全港的观众吐槽 但蛇诗曼停着这股不服输的镜头 一步步把自己的一手烂牌 打成了王炸 1997年 蛇诗曼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秀比赛 获得了季军 这也是蛇诗曼踏入演艺圈的开端 1998年 蛇诗曼就已经有两部电视剧作品播出 1999年 更是与四大天王之一古天乐 一起合作电视剧 蛇诗曼也开始展露头角 十月初五的月光 是蛇诗曼跟张志玲一起出演的时装爱情剧 蛇诗曼凭借该剧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随后蛇诗曼就出演了许多经典的角色 《倚天屠龙记》中的周芷若 《月满暴戏环》中的Moon 《热血狙击》中的Tiwi 《金之玉孽》中的董家尔淳等等 蛇诗曼还凭借凤凰四重奏 《使徒行者》这两部剧 两次获得万千星辉最佳女主角 蛇诗曼这一路走来 获得了许多的质疑 即使凭借新闻女王大放光彩 也还是有许多人对蛇诗曼不满意 但蛇诗曼的努力 是大家肉眼可见的 不管是对角色性格的揣摩 还是国语的熟练程度 蛇诗曼都在努力地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然而 相比于事业的辉煌 蛇诗曼的感情生活却始终扑朔迷离 蛇诗曼一场酒会勾搭四男 2013年 港媒无情扒开了起颇风的战绩 事情的起因是苗乔伟为太太大办寿宴 兼结婚22周年纪念派对 蛇诗曼欣然应邀前往 结果好好的一场庆祝派对 却成为了港媒口中他烈焰的主场 而那晚拜倒在蛇诗曼十六群下的四位男性 分别是胡军 林峰 马德忠 以及谢天华 我们无从知晓 派对期间蛇诗曼是否如港媒所说的那样权力方便 但回顾他过往的情史却能发现 人家在恋爱这方面的确有些造诣 毕竟他的前男友加起来 几乎等同于一支篮球队 你的前任有没有超过十个 大概差不多 2000年蛇诗曼与张志玲合作了十月初五的月光 拍摄期间 两人屡屡被爆出假戏真做的暧昧绯闻 后来他们又合作了爱情片《跑马蒂的月光》 这下绯闻更是愈演愈烈 不少人都信以为真 觉得两人铁定有一腿 以至于当时还有传闻称 张志玲在片场被蚊子咬出包 蛇诗曼用口水喂起涂抹蚊子包 他俩的情况据说还一度惊动了张志玲的正牌女友袁咬怡 气得他直接杀到了片场亲自监工 后来甚至还有报道称 蛇诗曼张志玲本有机会合作电影版冲上云霄 结果无限高层害怕得罪袁咬怡 便亲自下场拆CP 可见三人的三角链闹得有多凶 但这种种传闻 其实全是媒体刻意捏造 袁咬怡很早就澄清过相关传闻 我一定要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件事 这对蛇诗曼很不公平 我对蛇诗曼是没有任何 即使说我要看紧他 是没有这回事的 这一次蛇诗曼算是被媒体坑惨了 但下一次 他就真的是所欲非良人了 2002年 27岁的蛇诗曼 在拍摄情缘汽机车器件 遇见了33岁的陈浩明 比是陈浩明刚演完《天龙八部》等多部热播剧 人气阵旺 人长得也是一表人才 还有嘴滑舌 蛇诗曼沉溺于对方的甜言蜜语无法自拔 从而陷入了爱情的漩涡 两人一度爱得难舍难分 可陈浩明本身就不是个安分的主 在与蛇诗曼恋爱期间 也和其他美女打得火热 多次被抱在夜店寻欢的热辣八卦 背叛有一就有二 眼见男友劈腿成性后 蛇诗曼终于忍无可忍选择了分手 之后小生吴卓熙 行男马德忠 都曾被传世他的裙下之臣 传言蛇诗曼十分疼爱吴卓熙 不仅送他名贵手表 200万的保时捷 150平的超级豪宅 他也是说买就买 十分大手笔 不过也是因此 吴卓熙被迫背上了软饭男的大帽子 最终只能无奈地出面澄清自己 与蛇诗曼的绯闻 这段似是而非的感情 便再没了后续 蛇诗曼也瞬间沉寂 直到2008年拍摄法阵先锋二时 他意外与郑家莹假戏真作 两人擦出了爱的火化 并就此陷入密恋 只是他们恋情的曝光 却存在一个非常尴尬的故事 原来起初对于这段感情 两人一直保持着密而不宣的想法 奈何天不遂人怨 某次郑家颖送蛇诗曼返回乡规 途中车子却意外抛锚了 前者只好去求助周边村民帮忙推车 万万没想到早已成名的两人瞬间被认出 这段恋情便被迫以这种方式粗然公开了 而最抓马的是 两人不仅公开极具戏剧性 分手也超乎外界想象 据说那天郑家颖蛇诗曼刚密会完 男方贴心地送女方回家 结果途中却遭狗仔围堵 情急之下 郑家颖竟将蛇诗曼赶下车 自己扬长而去 后者顿觉丢脸至极 并大感失望 两人自此分道扬镳 从这儿开始 蛇诗曼似乎被伤狠了一般 年近五十 依旧封心所爱 再没有新恋情传出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人家不仅情史激荡 一张嘴更是傻都敢说 敢言敢语蛇诗曼 蛇诗曼回港吐槽内地综艺 捞完经就翻脸不认人了 前段时间 蛇诗曼接受港媒采访时 曾大吐苦水说自己以后 不会再接大陆真人秀了 此话一出 瞬间惹恼了一众网友 不少人都认为 他拿钱拍节目 事后却跟媒体吐槽 这种行为实在太不地道 太吓头了 如果你不喜欢 大可以不拍不参加 何以背后插刀呢 不出所料 一夜之间 蛇诗曼在内地的风平暴跌 还被不少网友封为 香港版张纳拉 那么事实真就如此吗 其实不尽然 因为谈话期间 蛇诗曼就有特意强调 他被某充斥着摄像头的监控类综艺 下出了心理阴影 当时那档综艺在房间内 至少放置了30个监控 24小时无死角地监视蛇诗曼的一举一动 令他非常不适 刚开始他不知道情况 直接穿着条底裤出现在镜头下 导致画面被全部捕捉 让他既尴尬又懊恼 所以蛇诗曼才会发出如此感叹 直言以后再不会来拍内地综艺 我们无从知晓在签合同时 蛇诗曼是否清楚情况 但如果人家真不知道被拍了隐私 倒也不怪他会如此愤怒了 而这也不是蛇诗曼第一次出口成货了 2002年 港媒曾爆出过一段他和陈浩铭的电话录音 全程只有10分钟左右 对话内容却大胆露骨 也是因为这段录音 间接曝光了两人的恋情 而搞笑的是 与这对小情侣无冤无仇的方中性 还无辜躺枪 被蛇诗曼和陈浩铭 暗戳戳嘲讽是同性恋 当然 其实一开始外界并没有那么确信 那段录音真是两人所说 可紧接着 蛇诗曼却被拍到请方中性吃饭赔罪 才算是正面坐实了那段录音的真假 之后眼间恋情藏无可藏 陈浩铭也似乎开了窍 选择和蛇诗曼高调认爱 似乎要携手走完余生 谁料最终 他还是男爱花花公子本性 与一众辣妹女明星不亲不楚 蛇诗曼也终于意识到 眼前人并非良人 他不想将自己的一生 托付给这样一个不靠谱的男人 于是果断分手 两人自此分道扬镳 事实证明 蛇诗曼的选择是正确的 后来的后来 浪玩的陈浩铭选择了奖励杀接盘 结果这货却让老婆五年po死态 一度被骂得狗血淋头 期间他甚至还闹出了狼爪欺负女明星的社会新闻 害得身怀六甲的奖励杀 只挺着个大肚子跟他一起出面道歉求原谅 所以仔细想想 远离渣男的蛇诗曼还真是明智啊 尽管蛇诗曼的感情生活 暂时还没有找到归宿 但他的事业依然如日中天 他的演技备受认可 作品也深受观众喜爱 无论是在电视剧 还是舞台剧等领域 他都展现出了不俗的实力和魅力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蛇诗曼会在事业上继续创造辉煌的成就 至于感情生活 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答案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